圍庭在紅線上被開單 車上的女乘客 不但是情緒失控爆粗口 還攔警車拍打車窗 跟圓警爆發口角 女子更因為覺得圓警態度不好 在事後更跑到警察局投訴 甚至辯稱當時標粗口是在罵老公 警方密錄器還原過程 強調會依法行事 該找的罰單還是得找 車輪圍庭圓警上前開單 不過副駕駛座的女子火氣有點大 餓了啦 我這太大了 我不想在這邊吃了 被開單心情有夠差 爆出口不要罵開什麼開 警方密錄器清楚錄到 雖然圓警態度平靜回到車上 但沒想到他們還是繼續微停 警笛聲提醒趕快移車 結果又惹火了女乘客 你發什麼發啊 可是啊 你們是不是黃線 你再大聲叫一點 女子爆氣衝到警車邊敲窗打罵 你還剛剛罵我們XXX 我們都聽到了 我不要在你面前罵 6號下午一點多 夫妻倆在新北三峽違規停車 警方依法取締卻印發不滿 雙方抱口角 女子後續甚至投訴圓警 態度不佳 更稱標出口 勢在罵老公 經檢視圓警執行密錄器還原案發過程 圓警開單驅離 軍醫規定辦理 全力支持圓警執法 密錄器畫面還原過程 雖然情緒失控大暴走 但還是得要乖乖找罰單 記得綜合報導